合同无效 勒令中国退出 高铁钢建完就翻脸不认人 投资300亿支赔中国810万 外交部宣布最严厉制裁 断交 撤资 永久拉入黑名单 高铁虽不是中国首创 但经过国内技术人员夜以继日的努力 中国高铁技术 无论是技术高度还是应用的广泛程度 都是世界领先水准 各国领导人在见识到中国高铁之后 都想从中国引进这一技术 然而受到许多外界因素影响 中国高铁的出海其实并不顺利 特别是在墨西哥高铁项目中 墨西哥政府竟然两次爽约 墨西哥毁约的原因并非因为技术 其背后的原因远比想象的要复杂 2014年11月6日 在中国股票市场上 中国中铁 中铁二局 太原重工等高铁板块股票突然陷入动荡 股价整体跌幅为4%左右 高铁板块股价的下跌 其实来源于一个让人气愤的消息 在中国企业或德默克高铁的招标后 不到三天 墨西哥总统聂托就撤销了高铁投标结果 还决定重启这段高铁的投标 然而 合同上的白纸黑字规定了违约的后果 按照合同规定 中铁舰与南车联合向墨西哥政府提出了2.6亿人民币的违约金 但墨西哥方面依然不遵守合同违约规定 最后只支付了810万人民币的违约金 为了给中国方面一个交代 墨西哥政府先是做了解释 墨西哥政府表示 此举是为了避免出现有人对投标程序的透明度和合法性进行质疑 给川崎重工 西门子等公司多一些准备时间 墨西哥在宣布对默克高铁进行重新竞标后不久 就再次邀请了中国企业参与竞标 墨西哥政府此举或许有种补偿的意味 但已给中国企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但这些都是带着阴谋论的猜测 只有真正了解墨西哥内部的情况 我们才能知晓真正的原因 从种种迹象来看 单方面撕毁合同绝非时任墨西哥总统聂托的意愿 因为撕毁高铁条约后不久 聂托就将前往中国进行访问 而这项高铁合作项目 原本是聂托给中国的见面礼 在这个关头取消合作 也让他的中国之旅充满了尴尬 其实通过墨西哥高铁项目事件 中国人应该感到自豪 因为中国全国一盘棋的体制 才让国家在关乎国际民生的交通 水利 医疗 农业等项目取得成就 如果在墨西哥这样多党相互撤肘的体制 许多优质项目将会在议会讨论中被否决 而我们也不会见到青藏铁路 港珠澳大桥这样的奇迹了 让我们有冠西哥高铁路 ちょっと来我看看 谢谢观看